来 2021年有什么小秘法 可以帮助大家牛转乾坤 赚大钱 2021年如何让你财运牛气冲天 充满了牛式的这种好的新气象 首先我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这个 今年牛造型都会很多 这个很可爱 其实不管你是生肖熟哪一个生肖 其实牛对我们的财库 都是很有帮助的 因为十二地质来讲 牛是属于金库 像龙是水库 然后狗是火库 但是牛它是扎扎实实的金库 所以很多人在玩股票的时候 都很喜欢牛式 都希望这个新兴向龙的感觉 好 那牛也代表一种心情跟耕耘 好 那我们在财位上建议大家 你可以准备一个这样的牛的摆饰 然后拖了一个牛车 象征就是很多的稻谷 然后还有一些好的东西 要把它拖到家里面来 好 那代表踩路可以丰收的意思 那这个牛车很适合放在哪边呢 建议大家2021年巨门心来划路 刚刚阿美老师有讲过了 那巨门带风水来讲代表什么 代表家里的门口玄关 或是跟嘴巴吃饭有关系的地方 那很适合放在大门的位置 玄关的位置 或者放在餐厅的位置 都象征就是一个食路丰收的象征 建议大家可以准备一个小小的聚宝盆 然后这聚宝盆里面可以定期放上米 那放米的话代表就是一个五谷丰收的象征 好 那这个米建议大家 你可以去财神庙或土地公庙 来去过个香火之后 再把它添进去添进去 那如果它可能有一点发霉或长虫的时候 一定要把它换新的 那如果你可以准备到一个这个 也是一样 十二生肖地支的这个地钱的话 这是十二生肖的一个古铜钱 那代表呢 十二年呢 年年都会有余 那你把这个铜钱呢 放在这个聚宝盆的上面 形成是像这样的一个布局的方法 然后把它放在呢 这个牛车里面呢 代表呢 就是一个五谷丰收 财运丰收的一个好兆头 那另外来讲的话呢 老师 这个放太少 我们可以自己再加很多东西吗 主音哥讲到重点了 一定要自己加 给它加到满满 给它这样子 是 其实呢 平常如果说你有得到什么奖金 对不对 例如说你可能做业务啊 老板给你奖金啊 年终奖金 都可以把它放进去 每天回家口袋有零钱把它丢进去 那重点是呢 这些完整的布局之后呢 建议摆放的时候 牛头一定要朝向家里面 你不可以把这整个金银珠宝啊 把它拖到外面去了 代表你的财富会向外 就是他把外面的财拖回家啦 对不对 所以等于说你2021年呢 有十路 丰衣足食 第二个也有钱赚 然后呢 2021年 一切的好兆头呢 都把它拖进家里面的意思 可以把它这个堆满满的 满满的这样子让它待在 但是如果你发现 你最近开始有点体力负荷不了 感冒或什么 请你把它拿一点下来 还多生了 你会工作太多练 太累了 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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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性化 可以 我们可以随时去调整嘛 对 好 那再跟大家总复一下 就是说呢 放到大门玄关的位置或餐厅 还有一个地方呢 就是2021年的西方的柴位 因为西方呢 刚好是2021年的露存的方位 所以呢 可以有钱进也可以存到钱 所以这三个方位呢 都很适合摆放牛车哦 好 谢谢老师